3 4 5 6 換手 2 2 3 4 志工演習活動由羅明奎老師全程指導 他以健康律動及時座等方式 風趣卻有系統能讓參與的志工在愉快的行徑下 學習不少活動帶領的技巧 並在討論時座中了解活動設計的要點與精髓 那我們這次的活動主要是以健康促進的理論為基礎 去發展身體健康 心靈健康 心理健康跟人際關係健康 所以我們的課程一共分為5天 非常緊湊的把它上完 那我們希望透過這一次的實習活動 可以讓社區的志工們除了會活動帶領的技巧之外 還知道這個活動設計的理論 南開科技大學打造南投部老神USR團隊 特別在避風社區舉辦健康促進方案志工研習活動 參加對象除了社區志工 也開放名額給對志工工作有興趣及意願的社區民眾報名 期望藉由不同於以往的課程內容 吸引更多人加入志工團隊 老師喜歡我們更多的靈感說怎樣的注意安全方便 然後帶領的技巧還有動作的設計 比較有一個邏輯可以應用 不然之前我們是照那個 可是經過老師的指導之後 我們就概念會比較好 不一樣的訓練課程有不一樣的刺激 在這裡的規定當中 我們志工不斷可以運動到 學習到 還可以練習到 而且也可以套過家 還去建立更多人來加入我們的志工團隊 蔡宇的學生表示 跟著老師來社區服務學習 讓他們獲益匪淺 除了拉近輕盈世代的距離 也間接學習到如何與長輩相處 希望大家都能多多關心家中的長者 參加USR計劃 然後跟著老師一起來社區做 帶老人做活動這樣子 然後也是邊學習 然後在參加活動的過程中 覺得老人們很和哀可親 比我們想像的更有活力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跟家裡的阿公阿嬤互動 就是不要冷落他們這樣子 一連五天的課程 主要以健康促進理論為基礎 發展身體健康 心靈健康 及人際健康等等主軸 期望透過課程 能夠增強志工的深化連結與專業能力 更進一步的實際推動 記者洪一輪 喬屯 彩宝報導 在旁敷地 發展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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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